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呢 参加了柏林的街头杂耍艺术节 好几位年轻的学生在柏林的雅历山大广场上表演了工夫舞 孔雀舞 最后呢甚至连王采华的Bobby三太子都出动了 这些学生热力十足的表现 让现场的大人小孩都相当开心 结合武术与武秀完美呈现丽与美的肢体动作 振奋的音乐搭配上传统舞蹈 让在场德国友人看得目不转睛 这场由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 所带来的精彩表演 主要目的在于国际社会 奔向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喜悦 我们在表演一种各样的 modern and traditional dance styles 从我们近处的东西的文化 这年台湾有100年台湾的年纪 我们愿意祝福我们的聪明 与美国的观众 和与您一起掌握我们的第一次美国的旅程 除了有展现气势的功夫舞蹈 另外还有柔美婀娜的孔雀舞 多彩多姿的表演内容 让这场柏林校所举办的 街头杂耍艺术节充满看头 接着一黑一绿舞师摇摆出场 搭配学生们动感的舞蹈 让现场气氛瞬间嗨到爆 另外台湾最火红的电音三太子 也跟着登台表演 让现场充满了浓浓的台湾味 同学们用心安排演出内容 包罗万象的舞蹈 呈现出台湾多元的面貌 另外在服装搭配上也颇具巧思 像是客家花布围巾 或是传统的原住民服饰 都可看到丰富的宝岛特色 无形间也成功宣传了台湾文化 台湾火关店是陈思红 德国柏林采访报导